这期影片会介绍给你6个热门的开码应用程式 绝对会让你惊艳 不仅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你的设计表现 同时也会让你觉得设计变得非常简单还有高效 无论你是设计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创造者 这些热门的开码应用程式 都是会让你释放出更多创意的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就是谈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专业内容 我们每周分享3部影片谁要记得对我频道 首先第一个开码应用程式叫TestMaker 像是打开了这个应用程式了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创建不同样式的文字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不同的文字效果 我可以点击这个Seal 你这可以看到这边会有非常多的文字效果 都是能够让你去使用的 使用这个应用程式我们是能够打入中文的 像是输入了一行中文 然后我们可以变成两行也是可以的 像是变成两行文字了 然后在底下我们可以更改它的字体 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字体 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再往下一个选项就是文字的对齐形式 比如现在我是居中对齐的 我可以靠左对齐 或者是靠右对齐 这里面还是居中对齐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你可以调节两行之间的高度 可以把它变高一些 大概这样的位置是比较好的 然后就是每个字它的字间距怎么样的 可以调宽一些 你可以看到就会有这样的形式了 或者这边可以改变这个颜色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把它变成一个红色 就可以看到我这整体的文字变成红色了 然后还要外部的轮廓它的颜色也是能够修改的 这边你是可以手动调节的 或者是输入一个颜色代码也是可以的 这些所有的颜色都是能够调整的 做完之后就可以选这个add to design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我做出了这样的文字了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文字 那如果说你想要变成其他的样式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样式 它会直接根据我的信息进行修改 这边所有的属性我也是能够调节的 调节字体调节它的航高 调高一些调节字间距都是可以的 然后选择颜色你可以看到 就能更改这里面的所有的颜色了 这个文字的颜色它就比较丰富了 你可以单独对它进行所有的修改 这里面会有好多种颜色 你可以单独的修改 或者是删除颜色都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调节它见面颜色的方向 然后外轮廓的颜色也是能够调节的 所以能够让你进行非常细致的调节 调节完之后就可以选择这个add to design了 你可以看到就能够快速制作出不同的文字效果了 非常方便 下一个Canva的应用程式叫Easy Reflections 这个就是这个功能 它是能够帮助你去创建一个物体它倒影的 就跟这个图一样 我需要首先交入一个物体 比如现在我在这个玻璃桌上面去交入一个杯子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应用程式 然后选这个Create Reflection 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就创建了一个倒影了 你可以选择它的位置是在底下的 向上的 向左的 向右的 这边我可以选择一个向下的倒影 然后可以选择它主要物体的距离 可以调大或者调小 这边稍微调大一些 然后可以调节它透明度 可以稍微调淡一些 这边可以选择去add to design 这边就加入一个倒影了 我可以首先把它调小一些 然后挪动到合适的位置 这边你可以看到大概是这样子 可以把它变大一些 然后底下的这一部分不需要了 把它调成这样 你可以看到我就创建一个这个杯子在桌子上面的倒影了 这在你制作一个物品效果图的时候 非常的好用 下一个CAMMA的应用程式叫Mockups 它是能够提供很多真实物体 真实场景的样机的 你可以把你设计的图案或者其他物体去插入到这些样机里面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设计好的图案去放入到这些杯子里面 这些衣服上面 不同的设备里面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里面我准备了一个图案 我想要放入到这些服饰的样机里面 我就找到服饰 我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这里面会有单独的衣服Mockup 或者是带有真实人物的Mockup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人物 它就交入到我画面里面了 然后可以选择插录影像 插录影像的话我可以选择直接脱路 这边我复制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我这图案就透露到这照片里面了 然后如果我想调整的话 我可以在左边调整 往上往下都是可以的 然后可以选择填满 这里面还有智慧裁切 这边还有一些对齐的选项 翻转的选项 然后可以调节这个人物衣服的颜色 比如说变黄色 然后可以选择套用变更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衣服就变黄色了 或者说我可以选这个户外的那边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场景 然后就可以加入图片了 在这边我选择图片 比如说可以抄入这个图片 直接拖动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里面 就会展示出这个图了 就像是真的海报一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都是一些静态方面的展示 我们还可以进行动态的展示 可以选择影片类别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影片的展示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展示 可以先来播放一下 它是这个电脑展开的形式 来这边我可以导入一张图片 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就导入了我频道首页的图片了 我可以点击播放一下 就可以看到非常真实去展示我频道首页 然后这个图片也是能够调节的 我可以双击 然后左边能够调节这个图片的位置 比如说我要展示一下我频道的横幅图片 我就可以把它往下移 然后选择这个套用变更 现在你可以看到 就展示出了我频道的横幅了 会让你整体的展示更加真实 下一个Canva应用程式叫Chaser 它是能够把任何的图片 去变成一个可编辑的SVG文档的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 它把一个狗的图片 去变成了这样的形式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去上传 或者选择一张图片 然后去建立你的SVG文档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狗的图片 然后回到Chaser 这边已经看到我选择了 然后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这边它又在分析这张图片了 我可以调节底下的数值 往右看一下 它的效果是这样了 然后往左看一下 这样的效果能够更加看清 这狗的样子 我可以先试一下选择Add to Design 你可以看到它展示的是这样子的 好像轮廓不太明显 所以我就知道了应该往右移 让这轮廓更加明显一些 我可以再调小一些 像是能够看到狗的样子了 可以再往左一些 调小一些 基本上这个形式我认为是可以的 然后选择Add to Design 然后把它放大 这边我们是能够调节它的颜色的 像是黑色 比如说把它变成一个红色 你可以看到就变成这样子的 这是可以让你制作出这样的效果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在制作logo之后 如果说我们想要快速的 去调节它的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应用程式 比如现在这个logo是黑色的 然后它是一个图片的形式 是不能够修改它的颜色的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这应用程式 先把它变成一个可编辑的SVG文档 像你可以看到它就分析出来了 我可以选择Add to Design 现在这个文档是能够编辑的 我可以把它变成红色 就可以看到它变成红色了 变成蓝色也是可以的 这样在你给客户展示logo的时候 你就能够快速的去展示出不同颜色的logo了 下一个开门的应用程式叫Found Frame 它是能够让你去把图片插入到文字里面的 这里面它的样式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插入图片 或者是选择在camera里面的图片 我可以先来到照片里面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夕阳的图片 然后再回到Found Frame这个应用程式 然后选择这个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文字就加入了这个图片了 这边可以选择修改文字 然后这边是可以调节图片大小的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Settings 这边可以调节文字的字型 然后可以调节文字的对积形式 比如说往左、往右 或者是中间对齐 然后可以调节这个外轮廓它粗细 现在变粗了很多 然后字间具的大小 然后行一行之间大小 也可以更换一张图片去看一下 我使用这张图片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的背景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可以调节图片大小 我个人认为选择一个好的图片是非常重要的 才能够体现出不一样的效果 而且我认为如果能够调节图片在文字上面的位置 那就更好了 因为现在我们只能够调节图片大小 但是图片的位置是不能够调节的 下一个Canva的应用程式叫Type Lettering 它这边提供的预设文字效果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文字效果 这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有的字体它是不支持中文的 所以这边你可以更改一下其他字体 我选择四元黑体 这边就展示出了中文了 然后我是能够去变成多行文字的 在底下也是能够去调节文字的对齐形式的 靠左对齐 居中 靠右对齐 这边还是居中对齐是更好看的 然后可以调节行间距 把它变宽一些 这里下所有画面的颜色都是能够调节的 比如说调节这背景的颜色 我可以挪动这种 你可以看到能够及时反映出这五画面上面 比如说变成这样的颜色 然后文字的颜色也是能够调节的 比如说选择这样的颜色 这边所有的颜色你都是能够去拖动调节 随意选择或者是加上颜色的色号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Add to Design 就可以看到我就快速创业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文字效果 然后其他的文字效果你也是能够根据你的喜好精选择的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免费使用Canva 为了解更多关于Canva的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列表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到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nva内容 追踪我IG能够和有个互动 那我们下期每天再见 拜拜